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在我的学生里面 通常我都会发现到一件事 他们学会八字以后 他们反而会批八字 却出现了不会思考 批八字却不会思考 为什么 因为 我时常碰到学生 老师破译是不是会有自杀的想法 你既然有这样的疑问 你为什么不会自己去验证呢 你有这样的疑问 你为什么不去找人 把你的想法 去从他们的身上去做相关的实证 各位 学生不会了 他只要有一点点问题 他就来问你 他就来问你 可是实际上 各位 问有用吗 没有用 问没有用 就很像 你想要学开车 车子的架构 你问的人家很多 到最后还是一样 你要学会开车要怎样 请你上车楼门财产 你才真的学会 你问的再多有用吗 也就是说 学生在问的问题 都没有经过实证 没有经过思考 那个实际的动作他是没有做的 所以他就只会用问的 当他用问的时候 各位就像我刚刚所举的例子 开车有什么问题 自己问了好多 可是上去还是不会开 因为为什么 你还是要踩油门 你还是要打方向盘 对不对 要实际的体验过 你才会 要实际的体验过 所以有很多东西 各位 学生你会批命的 你当你会批命的 你的批命技术也OK了 有很多东西 你要透过思考 因为你已经会批命技术 你都会了 技术就那些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 拿来做实证 然后去推理 我当时候在学八字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教我 哪有什么五行派 什么五行派 没有那种东西 没有人可以教我 我就这样茫茫懒的 这时候我要怎么办 这时候我就必须去做 从客人身上去找答案 我在批的时候有对有错 我反正就是错了 我就开始 为什么我会错 我重新再做推理 推理完以后 下次碰到客人 在同样的状况 我就是用修正完整 所以我们一定会遇到什么 批命的一个错误 所以我说你不太可能一百分了 然后 批命的修错误以后 我们就是自己修正错误 再来 就是批命再去验证 各位我们都是这样子 我是这样子 所以我学八字很慢很慢很慢 学了七八年 我学了七八年 才这样子一步一步的 怎样 把一些东西这样子 瞎批命凑了凑出来 这时候学生你们 你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跟我学 你学会了会批命 但是 你不会思考 因为我们那时候学就这样子 所以 我们在练习的这个过程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很重思考 但是现在的学生 这思考能力真的是很弱 非常非常弱 所以 我希望 我不是想要教出 我不会思考的学生 这样子他永远一定在我后面 他永远一定在我后面 为什么 他不懂的他也不会 他也不会 了不了解 他这只会 问 他只会问 问题来讲 他问了以后 他会不会再去思索 不会嘛 有答案了 就是这样子而已 永远不可能超越我 我今天教学的目的 并不是要教一些 失误我的学生 那有屁用 对不对 我觉得教那个要干嘛 我要教一个会思索的学生 而这个学生很有可能到最后会超越我 为什么他可以超越我 因为他有在思索 所以 我要训练的是这个东西 我要训练的是在座的学生 我要训练的是你们能够超越我 为什么 我的学习方式就是这样学来 也就是说有很多东西 其实我可能没有碰过 我没有碰过 来讲我当然是不会的 但是 当我碰到的时候 各位 各位我可以马上思索 我碰到什么状况 对不对 我碰到什么状况 这个是我没有碰过的 例如像有一次 一个客人就跟我讲到 是阿 我跟你讲 我在某一年 我碰到人生的一个大低潮 很严重 我看一下 才破印 各位你认为才破印会有什么大低潮 他也没有破产 什么也没有 这时候我就想说才破印 这个就伪造文书 你有可能伪造文书吗 这也是一种诈骗 他说没有,你也不算 我只知道跟政见有相关的一个问题 结果他就说 老师我跟你讲那一年是怎样 那一年我在日本留学 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我的护照过期了 结果我还留在日本打工 结果他就被抓到叫做非法拘留 各位 非法拘留,他被人家关喔 是被关喔 被关还不严重吗 当然对他来讲人生的严重啊 然后被判了一年两个月 那时候我就知道 我知道印原来代表的是什么 护照 各位 我在那时候 我就要赶快去修正想法 我赶快要独立思绪 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在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他代表的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虽然你被关进去了 可是实际上 你是不是在什么时间点就被放出来 他就说对 原来要关我一年两个月 结果到最后差不多关我三个月 就把我放掉了 还回家过年这样 各位 你看 各位你看 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思考的一个过程 你没有碰过 你当然不知道 但是当你知道对方是什么的时候 你马上就能够修正出来 各位 你假如都不会修正 你就到最后就这样了 你就这样 变乌鸦 对不对 乌鸦还会阿阿阿的很大声 你是越阿 越没自信 为什么可以这样 马上就可以 体会出来 因为 因为 我们有这个训练的一个过程 有没有解 这个就是一种训练的过程 命理师你要有这一种训练 你不要说一个疑问就 就不试着去敲他去 去看看到底里面有什么东西 然后就这个疑问就来问老师 那你会变成是你不会思考的命理师 你只是会批你懂的东西而已 你不懂的 就像我刚刚那个案例 那个不懂的 你永远都不会 你永远都不会 所以 我对学生的一个思考能力 因为你都会批命 你为什么不去试着用你批命的技术 去解答你这一种不知道的东西 各位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学八字是这样学的 所以你永远只会听到 中容易讲的 你不会听到某某大师讲什么 不会啊 为什么 我们要透过自己的实证啊 所以你拿某某大师押我干嘛 我就读跟他学八字 对不对 我相信的是我自己 因为我们是独立的 一个思考 会思考的命理师 我要训练的就是这一种的命理师 我不是要训练出一堆啊 只会copy我的批命技术 但是呢 脑袋瓜子是死的 那个叫上师命理师 是不是 对不对 上师命理师啊 我不会思考的命理师 我不想要训练这一种的命理师 所以 要这样子才会百花齐放啊 他有他的观点 他也有他的观点 这一个人也有他的观点 大家只是在批命的技术上 是一样的而已 可是呢 批命的技术上 所衍生出来的思想层面 是不一样的 这个才是我要的 那这样子 对于八字的这一块 才会怎样 更深入 更生活化 这个才是我所追求的东西 并不是说 每个人都很会批命 这样子就好了 他们脑袋瓜子都空的 然后尊称我为 祖师爷 一代宗师 我要那个干嘛 一代宗师我还就这样死掉 我一代宗师 我就可以活到500岁是不是 你不可能嘛 对不对 我要的是 这个八字的学理 每个人的姿质不一样 尽量的往下去挖 对不对 设定我碰到了一个天才型的 那他呢 设定他可以挖出更多更多的一个东西 那 这样子来讲的话 各位啊 八字才会更什么 更完善 然后呢 甚至呢 他很有可能 我培养出了一个 超级 大师啊 对不对 这个才是我所需要的 那我被超越又如何 不会怎样啊 我本来就不聪明了啊 了解 我本来就不聪明了啊 我不是天才型的啊 对不对 那问题天才也要有人去栽培他嘛 没有人栽培他 他也什么都干不出来啊 所以我所希望的是在座的学生 你们能够动动啊 你会发现到很多很多属于你自己才能够体会的东西 那你假如说 哎呀 我体会到这个 我当时候老师 对不对 教我那么多 我来跟老师分享 我就会很高兴啊 为什么 因为你把你的这个体认给我 可能是我没有想没有想过的啊 我没有想过的 那这样子我是不是又多学了一个 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秉持了这一种的想法 各位我每天拍影片 我每天做直播 把我自己的东西跟各位讲 就是要让我的学生怎样 知道他的老师现在脑袋瓜子 又在搞什么鬼啊 各位我都是这样在做的 那学生你呢 对不对 你也应该要 把你自己的 研究心得 所得 你也是这样子讲啊 就是这样互相 在 怎样 学习 是不是啊 更能够 把五行派 能够怎样 更精进 这才是我要的 不是啊 永远就说 老师啊 你最近又有什么新东西了 那跟着我屁股后面走的 我觉得没什么 我是希望说 老师 我最近又研究出什么东西 赶快 来讨论 来讨论 这才有意义 对不对 我觉得这才有意义 这才是 会思考的命理师嘛 所以各位 别学了命理以后 学生不要变成 只会批命 不会思考的上师 上师命理师 我希望的是 你也会批命 也能够去思索 找出很多 是属于你自己才有的东西 要不要解 找出是属于你自己才有的东西 就很像你都希望看我的影片 你总是希望说老师最幸 最好要讲出一些新的东西 是一样的 对不对 问题呢 各位 我只有一个人 我的生活环境就这样啊 我可能能体会的就是这方面的事 但是你不一样 你的生活环境跟我不一样 每个人的生活环境 资质都不一样 所能体会出来的东西 就会不一样 要不要解 这个才是我所想要的 我们只是在批命的技术上 一模一样 但是我们能够领悟出来的东西 应该是非常精彩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